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毕卡索·格尔尼卡战争的黑白哀歌,二,芝加哥音乐剧,爵士与最暗的华丽舞台,三,教父电影,黑手党家族的崛起与堕落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毕卡索·格尔尼卡战争的黑白哀歌 当然,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毕卡索的格尔尼卡,一副如同黑白电影般,只用灰阶色彩描绘出的战争碑歌 这幅画,它不仅是艺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毕卡索对于战争暴行的一记重拳 首先,让我们设定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1937年,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4月26日,纳粹德国的空军支援弗朗格的国民军对巴斯克的小镇格尔尼卡进行了无差别轰炸 这场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整个小镇几乎被移位平地 当时,毕卡索正在法国,他听闻这一消息后,深受震撼 于是决定将这一悲剧永久地记录下来 格尔尼卡这幅画,齿幅宏大,横跨近8米,纵向近3.5米 毕卡索用了他擅长的立体主义手法 将人物和动物的形象扭曲,重组,创造出一种混乱而又充满痛苦的视觉效果 画面中,你可以看到一匹受伤的马在尖叫 一头死去的牛,一个母亲抱着他死去的孩子 一个被炸断了腿的士兵,还有一个带着灯的女人似乎在寻找生还者 但是,毕卡索并没有用任何色彩,他只用黑、白、灰三种色调 这样的选择使得整幅画面显得更加沉重、压抑 有人说,这是因为毕卡索想要模仿新闻报纸上的照片 因为那时候的报纸都是黑白的 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黑白色彩能够更好地传达出战争的残酷和悲惨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毕卡索当时决定用一些更加明亮的色彩 比如粉红色或者天蓝色 那么这幅画可能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矛盾梯了 一幅用欢快的色彩描绘战争悲剧的话 或许这样的话会让人想起那些用来掩饰悲伤的微笑 但幸好,毕卡索没有这么做 他选择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和立场 格尔尼卡最终成为了反战的象征 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批评之一 这幅画不仅仅是毕卡索的杰作 它更是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暴行的抗议的永恒记录 而毕卡索,这位艺术界的摇滚明星 用他的画笔,为我们留下了一首永不过时的黑白哀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芝加哥音乐剧 爵士与最暗的华丽舞台 各位观众,准备好你们的礼帽和手套 因为我们即将一起跳进那个充满爵士乐 闪烁霓虹 以及比你家酒贵还要浓烈的醉暗故事的年代 欢迎来到芝加哥 芝加哥音乐剧 这是一个让你在观看时 不知道应该是扣紧你的钱包 还是放开你的脚步的故事 他于1975年首次登上百老会 由那位大名鼎鼎的Bob Foss导演 这位先生对于爵士舞的贡献 就像是你对于星期五晚上披萨的渴望一样 不可或缺 故事设定在1920年代的芝加哥 一个爵士乐正当红 而敬酒令则让所有人都变成了秘密的吊酒师的时代 在这里 我们遇见了两位风情万众的女主角 Roxie Hart和Velma Kelly 这两位小姐都因为杀害了她们的情人 而被关进了监狱 但这不过是她们成名路上的一个小小插曲 Roxie和Velma的故事是一场华丽的媒体马戏 展示了名声 丑闻和娱乐的力量 这部音乐剧 以其犀利的讽刺和闪亮的爵士乐数字 对1920年代的美国司法系统和名人文化 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她告诉我们 有时候 一个好故事比真相更有价值 而说到 芝加哥的音乐 哦 那可是比你奶奶的肉桂卷还要香甜 由John Kander作曲 Fred Abb填词 这些曲目就像是爵士乐手的指尖跳跃 让人无法不随着节奏摇摆 从All That Jazz到Cell Block Tango 每一首歌都是对那个时代的完美致敬 同时也是对那些 在光鲜亮丽背后隐藏的黑暗故事的揭露 但别以为 芝加哥 只是一场简单的歌舞表演 不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法庭戏剧 一场关于如何在公众的眼中 打造一个无辜受害者形象的课程 如果你以为今天的社交媒体 是塑造名人形象的大师 那么Roxie Hart和她的狡猾律师Billy Flynn 将会让你大开眼界 总之 如果你喜欢闪亮的舞台 脚踏车般快速的对白 以及那种让你在座位上扭动的音乐 那么芝加哥绝对是你的菜 这部音乐剧 就像是一杯敬酒时代的秘密吊酒 一旦品尝 你就会对它的魅力难以自拔 所以 穿上你最闪亮的装束 准备好你的爵士手指 因为芝加哥 将带你进入一个最暗和节奏交织的世界 而你 绝对不会想要逃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教父电影 黑手党家族的崛起与堕落 各位亲爱的电影爱好者 黑手党迷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 闯进这个讲座的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不让人无法拒绝的电影 教父 这部电影不仅是玛利奥 普佐的小说 在大荧幕上的华丽转身 更是导演弗朗西斯 福特 科布拉的杰作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它是一门课程 教会了我们 如何在家庭聚会中保持冷静 以及如何婉转地拒绝 那些不纳摩诱人的提议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这个家族的崛起 教父的故事 始于维托 科里昂 一位从西西里岛 来到美国的年轻移民 他的成功之路 充满了血腥与智慧 维托开始时 只是一个普通的水果摊贩 但他很快就展示了 他的管理才能 也就是说 他知道如何用一些 不那么合法的手段 来解决问题 他的崛起 是典型的美国梦故事 只不过这个梦中 包含了一些 敲打和射击的声音 维托的家族企业 不仅仅是关于非法活动 它更是关于荣誉 忠诚和家庭的价值 这些价值观 在他的儿子们 身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有的儿子像桑尼那样火爆 有的像弗雷多那样温和 还有的像迈克那样冷静而计算 迈克 这位最初 试图远离家族生意的好孩子 最终成为了家族中 最无情的领导者 他的转变 是电影中 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也是最让心理学家们 兴奋的案例研究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让教父 成为经典的场景 比如说 谁能忘记那匹码头 出现在电影制片人 床上的那一幕 这不仅仅是一个警告 更是一个关于 如何提升谈判技巧的教程 或者是那句名言 我会给他一个 他无法拒绝的提议 这句话 不仅仅是一个经典台词 他几乎成了商业谈判的 黄金法则 然而 正如所有的帝国都有兴衰 克里昂家族 也经历了自己的堕落 随着家族的第三代人 对权力的追求 他们的道德底线 越来越模糊 家族内部的裂痕 也越来越大 迈克的统治 虽然坚固 但他的孤独和悔恨 也随之增加 他最终意识到 虽然他可以控制整个帝国 但他无法控制 自己家族的爱和尊重 《教父》不仅仅是一部 关于黑手党的电影 它是关于权力 家庭和美国梦的一部史诗 它教会了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家族 也可能因为内部的腐败 和外部的压力而崩溃 所以 下次当你在家族聚会上 被问到 是否想要接管家族生意时 记得要三思而后行 除非你 已经准备好了一个 无法拒绝的提议 总结来说 蒂卡索的格尔尼卡 是一幅黑白爱歌 它以灰阶色彩 描绘出战争的悲剧 并成为了反战的象征 这幅画的巨大齿幅 和立体主义手法 使其更加沉重 压抑 而芝加哥音乐剧 则是一场 绝世与最暗的华丽舞台 以其讽刺的故事 和动感的音乐 赢得了观众的爱戴 最后 《教父》电影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黑手党家族的 崛起与堕落之旅 教会了我们权力 家庭和美国梦的重要性 与脆弱性 这些作品都是艺术中的经典 它们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对我们社会 历史和人性的深入反思 它们不仅仅让我们娱乐 更让我们思考 当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 我们可以从中 获得不同的观点和体验 并与其他人分享 我们的观点和想法 所以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喜欢毕卡索的格尔尼卡吗 你有没有看过 芝加哥音乐剧 或教父电影 它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